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几个事 现在情势越来越紧张了 然后这个外部势力疯狂的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了 第一个是卡梅仁颁出联合声明攻击23条立法 中方的密集回应 第二个是欧盟通过法案宣布台湾和中国大陆互不隶属 要求中国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他妈简直是睁睁眼睛说瞎话 谁在单方面改变现状 是台湾当局啊 台湾当局不老老实实不安分的执行他的两岸互不隶属政策 在这里蓄意杀人 然后你英国说香港的人权 以色列在这个袈裟干死三万巴勒斯坦人 那人家的人权呢 所以你别再以为你是什么超级大国了 中国就不搭理你们这些东西 这些玩意儿 你们先把俄罗斯搞定再说行不行 俄罗斯你也搞不定 你还管了东亚的事了 你管到全球事务了 别他妈的啊 把自己搞得那么大好不好 然后还有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小马克思那个骚逼 在在在在澳大利亚说 他1942年菲律宾也 说我们是大日本皇军 哎呦 我们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脑子都是魔症了 我们再来看 香港特区政府1月30日是2月28日 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开展公众质询 在28日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卡梅伦借口中英联合声明 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发表不负责论 中报人90对此作出回应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驻英国使馆反驳卡梅伦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等个别政客 就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转到此 恶意抹黑攻击香港人权自由法治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 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香港特区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 落实香港基本法 香港人大有关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的应有之意 也是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一国两制行稳支援的迫切要求 早日实现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助劳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 香港才能信无旁骛 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 要更好地发展自身独特地位和优势 更好深化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 更加密切的安全交往合作 香港社会各界明大义知忧患 判发展对立法普遍支持共同盼望 那么然后对英国是怎么样讲的 执念于个别国家政客和媒体固守对华对港偏见 认为本国设计国家安全的法律涵盖范围之广 规管之言天经地义 却执念于用灰色滤镜解读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刻意将国家安全与权力自由对立 以提交意见之名诋毁重伤之时 别有用心虚伪双标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你英国也有国家安全法 你自己本国的法 你去弄到全球法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好像中国在英国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生意 你也是滥用国家安全之名 比如说中国要收购一家 生产200纳米晶片的 一家垂垂欲坠的一家企业 连这样的收购都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去调查 去否决掉 对不对 你200纳米 那都是放在什么里面的这种晶片 那涉及到国家安全吗 当然不涉及到了 对吧 就好像在这种什么德国汉堡 一个汉堡港 在这个地方 中国就是收购一下汉堡港 也要是国家安全 美国刚刚之前也是说 对中国的这个起重机械 就是那种那种 起重机械的这种 掉沟 这种龙骨架 这个东西 他都要说是有国家安全的风险 就是说你今天 你那个国家安全的风险在滥用 你自己在滥用你的国家安全风险 只允许你在搞国家安全 中国就不允许搞国家安全了 这个中国是绝对不会屌你的 你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指责中国 过去我们还会说 我们纠正 我们改正 现在不会了 现在你必须得给中国输大母哥 你给咱们指示点点 咱们给你来这个 咱们给你来这个 你他妈是是什么东西 你英国 你还以为你是大波联天机 北二联合王国 你们妈那个1997年 从香港滚蛋 就代表了日不落帝国的结束 你们的辉煌 最后一刻停留在20世纪 你叫落日余晖 进入千禧年21世纪 跟你们都不大尬的 你英国的国王 查尔斯三世 那个手指头肉 怎么像一个香肠一样的 肿的像个香肠一样的 你们现在的整个所谓大英帝国 就跟他查尔斯三世的 这个手指头肉一样 像那个香肠一样 臃肿不开 马上就要挂了 还什么凯特王妃也病了 凯特王妃也是上过 罗里岛的 是不是那个时候被搞坏了 还英国王室 觉得很牛逼一样 你们那种王室 在我们近亲 近亲结繁殖的产物 在我们眼里看起来 那就是一坨狗屎 所以说不要跟中国 来搞这种东西 你英国干涉不了中国的内政 中国也不会搭理你 你英国也没有这个实力来够 能够干涉中国的内政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我们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 现在我说句实在话 这属于是比较客气了 按照我的思维 香港直接变成广东省一个市 还给你搞什么特别行政区 扯什么蛋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毕竟我们是一个大国 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也要信守国际承诺 既然讲了是一国两制 当年跟英国进行这种谈判 是一国两制 那就一国两制 50年基本不变 没问题 但是50年基本不变 邓小平早就已经死了 江泽民就不应该再去执行 50年基本不变 你那个时候 如果说直接进行 像习近平这样的 香港真正的获得香港的治权 国家安全机构是必要的 而不仅仅是虚设的国防 驻港部队不就是虚设的国防吗 对不对 宣布你的这个防区在这里 还有这个管香港的这个外交 对吧 光这两个是不行的 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机构 像过去 在这个黑暴退散之前 香港可都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谍报中心 西方在香港的谍报人员是最多的 中国的土地上 法官是他妈一些外国人 刚刚他妈的这个欧冠生被弄掉 香港证监会的主席是一个 港交所的这个主席是一个阿根廷人 你不是逗我玩吗 所以老兵说了 中国人要有这个自信 香港人更加自己也要有这个自信 你出去说说China怎么了 非要说自己是Hong Kong 你说你带个China怎么了 我们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光辉的 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大族 一个古老的民族 一个非常具有神韵的一个民族 所以说你要自信一点 懂吗 你的自信在老外他就害怕你的自信 老外一开始他可以跟你老逼 但是你只要展现出这种自信 对他的不搭理 不问不问 老外大多数都有心理疾病的 他就会被你给什么 被你给拿捏了 所以说不要作戒自己 所以说在这里 英国管中国的内政 这个是无效的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 英国损失了多少 挑战者二坦克被炸得稀巴烂 你有什么实力来管 你别老逼兮兮 你什么军舰不军舰的 我告诉你 你连胡塞武装你都干不过 你军舰到这里来 真的他妈打你 没商量 而且我非常希望 我们到时候在武统的时候 英国把他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开进台湾海峡 直接被我们他妈的 打成一个大栋 沉默在台海 这就是他的下场 所以说不要在这里 给我老逼 你英国根本就是 软东西都算不上 老兵鸡巴上 一根屌丝 你都算不上 懂吗 搞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你们西方不是喜欢 吹牛逼你们古希腊文明吗 你们所谓的古希腊文明 当中不是有一句话吗 是阿波罗 众生里面阿波罗讲的 阿波罗有一句名言 叫做能贵自知 你英国有自知之名 就你这个卵实力 还在管中国的事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你们啊 做爱都是他妈的不正常的 人家做爱正常的 就是鸡巴进入阴道 你们他妈就喜欢进屁儿里面去 你不是脚屎棍吗 操 欧洲议会通过外交安全量报告 强调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欧洲议会大会 今天通过两项对 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的年度 评估报告 内容强调 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唯有台湾民选政府 可在国际舞台代表台湾人民 并谴责中国试图以武力 片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欧洲议会 今天在斯特拉斯堡召开 全体大会 表决通过 针对欧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 CFSP及共同安全及防御政策 CSDP和23年年度执行评估报告 两项决议的重点包括 严重关系中国使用敌意的假讯息 破坏对台湾民主及治理的信任 强调 唯有台湾民选政府可在国际舞台代表台湾人民 并注意到以预防外交避免台海情势升高的必要性 会议报告强烈起的中国持续军事挑衅台湾 重申 欧盟坚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措 调查中国领土深所不具国际法基础 此外 报告鼓励欧盟成员国增加在台湾海峡自由航行任务的频率 并深化与台湾的安全对话 以阻止中国侵略 这个他妈的 我觉得更他妈的逼得扯淡了 这个扯淡的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说中国的 中国的任何的主权的绳索 都是不具备国际法的 你他妈欧盟你他妈说了算 你他妈说不具国际法就不具国际法 你们要明白一个点位啊 2016年南海仲裁案 也是你们以国际的致命进行的 你这个中国从来都不履行你国际仲裁案 所以随便跟我讲国际仲裁案 不要再带国际两个字啊 就是西方仲裁案啊 中国会搭理你吗 你他妈算老几啊 对吧 就像什么新疆不新疆的 在这个新疆你说这里有 有这有那的 那中国搭理你没有 不搭理你啊 还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互不隶属 关你骂个逼的啊 你欧盟先把俄罗斯 我还是跟欧盟还是要跟英国一样 先把俄罗斯搞定了 你俄罗斯搞不定 你你你你你这个 马克龙说要派兵去装逼啊 对吧 哄大软炮 然后结果呢 啊 没能响应 你们欧盟自己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 还在这个地方说 中国所有的领土申索都不具国际法效力 管你妈个逼的 你还想在这个地方建立所谓的国际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啊 劝你妈的 你别你别给我扯了好不好 啊 你这个俄罗斯现在说吞并乌克兰就就吞并乌克兰的这个所谓这几个州 你能够怎么样呢 你不能够怎么样 你想要在外交层面施加影响力 你必须要有军事压军事抵抗的 你说你你要来怎么增加台海的航行 什么这个航行不航行的 抓紧时间过来啊 抓紧时间过来 但是我好像没看到什么军舰在这里航行吗 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屌实力 你们他妈那个逼的远道而来派过来的这种军舰 在我看来像他妈傻屌一样的啊 那种军舰啊 就跟那个比台湾的军舰他们好不到哪去 感觉都要进他妈的这个报废场一样了啊 被人家进行这个废品收购 你们到了过了苏伊斯运河到了红海 到了他妈红海 解放军的军舰那个质量在那边 大家知道吧 他们心里会怎么想 你那个052D055跟054A的那个解放军军舰 随便拉出来都碾压他们 还有一个你他妈的逼着背后 也门胡塞武装搞得连红海都不敢过了 你狗日子还来台海自由航行 你他妈的有这个屌本是吧 你近东地区你都搞不定 中东地区你也搞不定 你就别他妈的还管远东的事 这帮逼怎么这么爱给自己戴高帽呢 真的就别他妈扯几巴蛋了 然后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继续来搓 我觉得是挺好的 那么菲律宾这个事我们到时候再说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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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